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张一星最喜欢的就是一种玩偶 叫阳心 可以看出他真的非常喜欢的 去哪都抱着这指阳 也是很可爱的 有粉丝拍到张一星简直跟着指阳形影不离 双手还日阳心 真的是舍不得放手呢 吴亦凡也不用做过多的介绍了吧 娱乐圈当红流量小生 他的长相就非常高级 一向给人酷酷的感觉 不笑的时候 给人一种很高冷的感觉 也曾被粉丝趁势未冷都难 但其实吴亦凡就像个大小孩一样 只是外表比较冷冷的而已 内心其实还是非常的暖心的 他也透露过自己是个女儿控 以后一定要生女儿 再看看吴亦凡抱娃娃的姿势 也是非常的暖心的 他怀抱一只绿色小恐龙 小恐龙的脸却是朝着他的怀里的 有的网友评价 看上去很温柔了 杨阳也经常收到玩偶这一类的礼物 有一次 收到了软萌的大熊猫玩偶 他像抱着小宝宝一样 一手拖着小屁股 一手扶着 非常的暖心和可爱 再或者又是把大熊猫玩偶背到了肩膀 对影看非常像悲的一个小朋友 特别的可爱 画面是极可爱又温馨 宋倩收到娃娃更是很开心很激动 也非常的接地气啊 曾经在街场收到了一个娃子 一直都很开心 抱在了怀里 旁边有着小朋友 宋倩也得意的向小朋友炫耀 这自己收到的玩偶呢 原来快乐这么简单嘛 那个小表情真的是非常可爱的 相比起来 陈伟婷就十分直男了 他收到了一个顽皮粉红包 用手勒住了粉红包的脖子 这是多害怕玩偶掉下去啊 哈哈哈哈 心疼粉红包三秒钟了 不过这么高大帅气的陈伟婷 当然也有孩子气的一面了 就比如抱着小兔子玩偶的时候 不笑的时候很高冷了 但是一笑傻白甜无疑了 抱着个小兔子简直是太迷你了 与他高大的身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